各位病友及家屬您好 这里是台大医院物理治疗中心 住院治疗期间 除了药物治疗外 也可以借由简单的物理治疗 来恢复或增加体力 以下将为您介绍 自我执行复原运动的方式 接下来的运动从简单到困难 建议可以随时做自我检测 运动过程中 可以试着数出数字 如果能够从1数到5而不觉得喘 则表示运动强度适宜 如果只能从1数到3 就觉得喘不过气了 则建议尝试把运动难度降低 如果有任何问题 建议咨询您的物理治疗师 即使躺在床上 也可以从事简单的床上运动 来促进循环并增加肌肉力量 首先我们先来练习躺姿下的下肢运动 脚踝帮补运动 并由躺在床上双脚伸直 把脚板上勾到最高 再将脚板下压到底 一日三回一回十次 脚踝帮补运动可以促进下肢循环 脚跟划床运动 并由躺在床上双脚伸直 膝盖弯曲 再伸直 让脚跟于床面上滑动 双边可以交替进行 有如在床上踩脚踏车一样 一日三回一回二十次 脚跟划床运动 可以促进下肢循环 并增加下肢肌肉耐力 髋关节外展运动 并由躺在床上膝盖伸直 脚向外打开到底 再向内收回 脚趾头朝向天花板 一边坐一次 一日三回一回十次 直膝抬腿运动 并由躺在床上 一脚膝盖弯曲 让脚踩在床上 一侧膝盖伸直 脚板上钩 将脚举起直到两边膝盖等高 慢上慢下 一日三回一回十次 直膝抬腿运动可以增加下肢肌力 屈干的力量也要一起锻炼 抬腿运动 并由躺在床上 双脚膝盖弯曲 让脚踩在床上 将臀部抬高 慢上慢下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抬腿运动可以增加 臀肌及肺肌的力量 双手的力量也相当重要 接着我们练习上肢的动作吧 手掌帮补运动 双手打开 再将双手握紧 有如抓握物品再放开一样 一日三回一回十次 手掌帮补运动可以促进上肢循环 手肘弯曲伸直运动 手肘伸直 再弯曲到底 也能够使用装水的宝特瓶增加阻力 一日三回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手肘弯曲伸直运动可以促进上肢循环 并增加手臂耐力 肩膀抬高运动 手打直 将肩膀上举到底 再恢复原位 也能够使用装水的宝特瓶增加阻力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肩膀抬高运动可以促进上肢循环 并增加上肢肌肉耐力 肩膀外展运动 手打直 将肩膀外展到底 再恢复原位 也能够使用装水的宝特瓶增加阻力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肩膀外展运动可以增加肩膀力量 最后我们要来练习一下 功能性运动 主要借由躺到坐 坐到站及踏步练习 恢复生病前的功能活动状态 翻身运动 双膝弯曲 双脚踏在床上 一起旋转至要翻身的那一边 过程中可以用手拉床栏来协助完成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适当的翻身运动可以避免同一个姿势躺在久而造成压窗的后遗症 渐进式坐高 使用床边遥控器 让床的上半段升高 以不会投影为原则 慢慢增加坐高的角度及时间 一日三回 一回十到二十分钟 渐进式坐高 可以让长期躺在床上的并有慢慢适应直立的姿势 而避免发生姿势性低血压 头晕的状况 翻身侧躺坐床边 翻身侧躺 先让双脚垂出床圆 以双手协助让上半身离开床面并坐起 坐起时务必感受有无头晕想吐的情形 不勉强行事 一日三回 一回十到二十分钟 如果有发生头晕的情况 可以先练习渐进式坐高 坐床边双手沉重并维持平衡 坐床边双手撑床 让手能够承受身体重量 也可以尝试左右边的重心转移 甚至尝试用手的力气将臀部抬起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坐床边弯膝抬腿 坐床边双手撑床维持平衡 弯曲单侧髋关节 让大腿抬离床圆 然后换边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坐床边直吸抬腿 坐床边双手撑床 维持平衡 伸直吸关节 再将腿抬离床圆 另一条踩在地上 然后换边 一日三回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记得保持速度慢上慢下 并保持正确坐姿 就能够锻炼到大腿的力量 坐到站 坐床边双手支撑维持平衡 双脚踏于地面 可以使用柱形器支撑 双膝弯曲让脚跟置于膝盖后方 身体重心向前 双手稍微支撑于柱形器 再站起来 一日三回 一回十次 记得放慢速度 站起 就能锻炼到大腿及背部力量 双膝微蹲 双手扶着椅背或柱形器 先保持平衡 然后微微弯曲膝盖 让膝盖弯曲至遮住脚尖即可 一日三回一回十次 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大腿的力量 原地踏步 双手扶着椅背或柱形器 先保持平衡 然后开始原地踏步 渐进式增加次数与时间 强度约为有些微喘 尚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的程度 一日三回 一回三到十分钟 垫脚尖 双手扶着椅背或柱形器 先保持平衡 然后双脚同时垫起脚尖 直到最高点 一日三回一回十次 病房内散步走路 病友可以尝试使用辅具 如柱形器或轮椅等 你能够保持平衡且安全为主 渐进式增加次数与时间 强度约为有些微喘 尚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的程度 同样的可以从一数到五 而不觉得喘不过气 则表示运动强度适宜 一日三回 一回十到三十分钟 以上躺姿运动 坐姿运动及功能性运动 自己就能够简单完成 期待各位病友在住院的期间 能够藉由复原运动 渐进式恢复体力 祝您早日康复